别人都在吃菠萝 菲律宾人为什么扔掉菠萝只要叶子呢 这么多菠萝叶子有什么用呢 可能啊你天天吃菠萝 但却未必见过菠萝的叶子 别急着反驳 我说的啊可不是这个菠萝头 而是这个长长的叶子 你看啊 菠萝叶子少则半米 多则一米多长 边缘啊全都是锯齿 而且很硬 像一把剑一样 要是到菠萝地里走上一圈啊 保管裤子被划成破洞裤 谁见了都得叫你声靓仔 菠萝叶又硬又扎嘴 看来肯定是不能用来吃了 别说你我了 恐怕连牛啊都下不了嘴 那菲律宾人为什么要拿菠萝叶子当宝呢 菠萝叶子讨人闲 跟他受菲律宾人喜欢 门道同样在于他的硬 看看这叶子啊 不仅硬还有韧性 如果用这种材料做包装 是不是也能非常结实呢 菲律宾人啊 要的还不止这些 他们把菠萝叶子做成了衣服 鞋以及各种时装包 菠萝自己啊可能都没想到 自己的叶子能够被陈列到橱窗里 受人追捧身价百倍 而自己呢 吃都没人吃啊 咱们以前啊 见过不少用植物纤维制作衣服的例子了 欧美人最爱给这种纯天然 全植物的制品买单 连叶子壳都能穿上一脚 这菠萝自然也不能落后了 菠萝叶子做成的衣服能穿吗 可别小看菠萝叶子 它长在地里啊 虽然像个操汉子 但提取出纤维缆 可是非常细的 比真丝还要细长好几倍 比起黄麻椰子壳的纤维 更是柔软纤细的多 这样的纤维做成衣服 肯定很舒服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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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相反 如果用百分百的菠萝纤维来做衣服 恐怕不到一天 就会变得一衣衫蓝绿了 因为菠萝叶纤维非常软 强度也低 不过 这也难不倒菲律宾人 他们用其他高强度的纤维 跟菠萝纤维混合在一起 这样制成的布 就兼具了菠萝纤维的柔软 和其他纤维的韧性 强度比一般的棉花还高呢 还有家公司申请了专利 把菠萝叶子跟其他纤维混合之后 再加入工业世界 经过复杂的混合和压制 能做成有皮革质感的材料 只做一双鞋 大概小一平方米的这种布料 需要480片菠萝叶子 听起来虽然多呀 但其实只要16颗菠萝的叶子 就足够了 至于具体掺入了什么纤维 用什么方法混合的 就是社长打探不到的商业机力了 如果有一天打听到了 一定告诉你们 那为这么大劲 就为了把不常用的菠萝叶子 变成衣服真的值吗 如果你知道菠萝纤维制品的价格 就不会有这个疑问了 因为主打纯天然不伤害动物的卖点 菠萝叶制品比高档的棉麻价格还高得多 这话怎么这么熟悉呢 有的企业还用高端的丝绸 跟菠萝纤维混在一起 做成又光滑又环保的布 价格比纯丝绸制品还高好几倍 当然了 他们宣传的时候 只会强调菠萝对环境是多么友好 而不会提丝绸是残土出来的 有人说菠萝纤维除了贵没有缺点 不过在某些人眼里 贵其实也是一种优点 如果不贵 反而还不能展示出 他们为了环境做出的努力了 所以菠萝叶子到了欧美 就变成了一种环保的青蛇商品 不过话说回来 菠萝叶子本身难分解 做绿肥要发酵很长时间 做饲料又砸生贵的嘴 也实在没有更好的处理办法 而菠萝纤维产业 就能养活菲律宾几万农村人口 也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感谢收看海克斯情报社 点个关注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的精彩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